感谢大家对飞哥的支持啊 飞哥今天在仰光 大家看一下仰光现在 外面的一个环境啊特别漂亮 今天是破水节 但是呢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呢 飞哥心情也不是很好 但是今天 现在去的方向是仰光的二号公路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二号公路 二号公路 然后杨哥应该属于省道吧 对在中国来说 相当于省道 所以公路两边 大家看一下车辆还是有 没有那么多 以前这边就堵得有点厉害 看疫情加政变中的仰光 过去什么样 现在什么样 飞哥在仰光记录了一段历史 通过图片和视频 大家就会得多一个结论 没有一个干安定的社会环境 发展是妄想 飞哥通过阳光八十公路 飞哥希望缅甸早日走上一个正常的轨道上 祝福缅甸 是 是 是 这手里要么帮回妈的 别生心悲 人的感觉有来 人的感觉是想要你 当你不信任你吧 当你不信任你吧 狗亚状态 你不信任你呢 当你不信任你 当你不信任你 狗亚状态 当你不信任你 狗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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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不信任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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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七路公交车 我昨天那个 我晚点在发一个视频 是关于89路 有五辆车 昨天被前天 被点着了 有些视频发给大家看一下 被点着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的车 是军人 我近距离里拍给大家看一下 有人在乱写 送吃的人 原来他们是在送吃的 养光大经济大学的正门 这边也是工厂 这工业区 前远方就是一个四面佛 拉过来给大家看看 非常漂亮在镜头里面 再给大家看一下七路公交车 拍过了 拍过了这个 那也得拍 两个方向 这个节目好 非常震撼 整条路上我们已经经过几百辆 一会儿飞哥再给你抓拍一下 临终关怀医院 这是一个临终关怀医院 得了癌症 其他一些绝症的人 生命到了生命的尽头 一种关怀 所以佛教国家 就比较做的这方面 做的比较地道 比较到位 这是一些大的库房 我们看到 因为破水节 也没有人都关了 又看到一个小哥 骑着小魔头 带着他心爱的女士 我们镜头里看到这个诠释 大家看一下 被烧的也是安凯 那不是针对安凯公司哦 是针对军人 他的产业 所以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新建的一个最大的建材市场 叫Pro1 有很多 好像也映入我们眼帘的 又是七路 一个大型的停车场 这个车就比较新一些 是福田的新车 更新一些 而且 下次是飞鸽 这次是飞鸽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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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发带看呢 里面呢 都是发带哦 这是一个军人的地方 军事基地 赶快走 因为我们拍摄还是很危险 都是军人家属好像这个院 编店 编店幅员辽阔 67万平方公里 这个上次节目也有介绍 是中国的十一分之一吧 非常大 人呢 地广 人相对是少 非常良性 他的土地 又全是绿洲 又跟印度有点类似 说更适合人类生存 那现在这个军人政变呢 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大家能感受到 现在这个人民的生活呀 路上的行车都能表明 现在这个 这个仰光的一个态势 所以呢 也是希望缅甸后面 扭转这个局势 越来越好 我们也相信缅甸会 20年前 这里都属于郊区 现在都建起来 所以旁边建了好多别墅 后面也有别墅区 所以大家感受一下 怎么都是别墅 太不过来了 太多房子了 太多小别墅 20年前 这边的别墅 也就10万人民币 现在面积也很大 现在得 10万得翻10倍 现在至少翻10倍 上百万 就我们了解到一个情况 这一个军人的加入站 前几天都被点了 有的 有的加油站 所以他们现在很慎重 也没有人加油本 以前他的生意很火爆 所以现在人民都不选择到他这来加油 因为破水区期间能开的超市比较少 这个City Mark 可能还是在营业 所以也成了一个据点 也成了大家一个过来购物的一个地方 这就到了河边 前面呢 其实有一个桥 也是后来在修的 以前可能绕得更远 这是河边 这沙 都是沙子挖出来的河床 河的别墅 他这灰特别大 所以绿化绿色植物 看到吗 沿岸的都是沙石堆起来的沙石 菜沙 在中国也是很赚钱的行业 不知道缅甸赚钱怎么 做沙石一般都是有背景 跟当地政府要有关系 要不然是不允许的 尤其是在很多地方这个执照是很难拿到的 哦 杨大哥现在带我们进入他们的生活区 这种可能更 大家更感兴趣 这些木质 小的两层房子 亮着衣服和一些狗 杨大哥都批评我啦 这小哥的发型很酷 全是红色 这个就很接地气的就是缅甸 普通人的生活 就是建这种小房子 他们的商店也在营业 又一个小哥穿着龙肌 骑着摩托车旁边有一个 我小朋友在玩水 这小朋友两个缅甸小朋友 这个就特别接地气 一个小姐姐骑辆自行车 这个姐姐年龄有点大 一个寺院佛教寺院 在这个镜头里面很漂亮 前面又是一个寺院 缅甸只要人住的地方 就有特别漂亮的寺院 因为人真的很虔诚 所以呢就是很多朋友 来了缅甸不愿意走的原因 这里的幸福指数比较高 比较人比较祥和 没有那些物质上的追求那么多 很多朋友也问到在缅甸去找女朋友 老婆这个事情 飞哥可能简单说一下 因为这个节目 这方面的题材很多人在说 但是飞哥还是要唠叨两句 如果是想找缅甸的女朋友 我是建议是在缅甸发展 这样的可能会好点 要不然你找到的缅甸的 都是缅甸比较差的 不是最优秀的女孩 如果是优秀的 优秀的女孩就是需要 你们生活在缅甸 能在缅甸立足 因为他们也不是说很多人 愿意去其他国家 所以我是建议真正想去找 基于在缅甸发展 学缅语 融入到缅甸生活 可能会有个很好的幸福的未来 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人 在缅甸找到了理想的爱人 也生了小孩 他们实际上也是为了中缅友谊 做了贡献 因为飞哥在现场 他这个幸福指数还是很高 小孩子就像我小时候 我和几个小朋友 叫上就去喝 水刚酒 这个连 这家奶茶店很多连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对飞哥的支持 下期再见